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好,很高興,很開心有機會來到這裏 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香港職立語的故事 剛才Dr.Wong給了我們一些很精彩的講座 前瞻性的啟發 現在我轉了一個話題,就是講故事 講香港直立的故事 講起這個題目 其實有很多學者都會在不同的範疇做了一些研究 我就嘗試將他們的研究集合在一起 再加上我自己在郊野公園的工作經驗和觀察 做了這個POWERPOINT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香港在職立的工作上做了什麼功夫 我接下來會講一下香港直立的歷史 直立的內部有什麼工作和我們遇到什麼挑戰 和香港現時對於臨地上的保育工作做了什麼呢 香港大家都知道了,我們都在位於阿爾大的地方 雖然地方是很小,只有1100平方公里而已 但是我們的植物資源是非常豐富的 植物的品種有超過3100種 而中間就有2100種原生的品種 香港現在的臨地的意思是 人工直臨區和次森林的 我們加上的臨地 這個面積已經是超過24% 即是大約是2萬6千公頃 這個題目是直立的 我都嘗試去尋找一些資料 都看到香港如果說直立的話 或者說樹林以前的記載是非常少的 大部分都是說香港 認同香港這個地方都是一些比較貧窄的地方 而且是很荒蕪的 可以看到一些照片 這些是網上我找到的照片 看到那個是香港的港島區 上面都沒有什麼樹林 這裡都沒有什麼 所以當時 這個是138年 即是香港開埠那段時間 所以當香港開埠之後 當時的政府覺得 需要我們改善的環境 需要做一些直立的工作 於是就開始香港的直立工作 而那個文件的記載 就比較齊全一點 所以我就選了 在香港的直立故事 就是1841年的時候開始的 不同的學者 或者不同的人 都會把香港的直立的歷史階段 有不同的分法 我自己就是把香港的直立的歷史 根據他的策略和需要 分成這四個階段 早期就是1841年開發開始 直到1946年 這段就是二戰之後 然後第二個時期就是 戰後到1964年 第三個階段就是交易公園成立 前後和近期 即是千禧年之後到現在 正式比較大規模的開始直立的時間 就應該是1870年那個時代 那時候就有一個人叫查理斯福特先生 當時他就被委任叫做月林監督 他接受了這個位置之後 他就做了一個任務 就開始要他在香港直立了 當時直立的目的主要是美化環境 然後要做些花園 在老旁那邊就是種些樹 種微化環境 另外就是要在雜水區那裡種樹 目的就是希望防止水土流失 以及保護水塘的水 這個就是當時 你看到應該是1868年 這個就是現在動植物公園的情況 那時候就開始種樹 當時那個部門 負責的部門叫做花園和直立的部門 他要做些花園的事和直立的 這個部門後來就改為植物及林毛布 因為他要擴大他的直立的工作 於是他就改為這個部門 在早期的直立的工作 我們再將細分成幾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就是1870年 我們正式開始直立的工作 去到1900年 當時每一年會種植超過一萬棵樹 當時所選用的樹木主要是馬尾蟲 馬尾蟲是一個原生的植物 當時他們種植的過程中 都發覺這隻品種生得比較好些 容易在那些貧植的地方生得起 再加上當時都有人會用這些樹 去做一些斬柴來燒 當時每一年就會種一萬棵 另外也試過嘗試用不同的外來品種 例如鞍樹、紅椒木 還有一些原生的植物 像張樹、泥索椎、蛾這些 但這一類的植物 他發覺成效都不是很好 所以他都集中會種馬尾蟲 去到1900年 當時直立門的工作 集中在港島區和九龍半島 去到1900年 面積差不多到2200公頃 第二個階段 就是1900至1940 直立門政府已經租借了新界這個地方 所以直立的工作會推展到新界 另外他有幾個水塘都在那段時間輕建了 所以直立的工作主要集中在新界和水塘邊 你都看到不同的時期都已經有不同的水塘 在當時就建成了 當時直立就是圍繞著這些集水區那裏進行 去到1938年 這些數字就是港島區 就看到有4700公頃的樹林 新界區就是一千公頃 而去到新界那些地方 例如松山牌照地 就是當時一些村民 他們都需要上山 就是需要斬柴做燃料的 當時那個種的植物 剛才也有說過 就是馬尾蟲 他們斬回來就是當柴燒的 政府當時就發了一個叫做松山牌 那松山牌就被那些村民 就是給他們去上山那些斬柴用的 當時你見到就是已經種了 那個松山牌的地方 超過2萬公頃的 那麼在那個時期 也都試過是用上山牌種不同的品種 台灣上山牌和八千層的 但是那個都不是松木 不是很多的 好 去到第三個階段 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 當時因為打仗的緣故 很多那些物料的供應 都是非常短缺的 大家都沒有燃料 也都沒有木材 於是當時種了這麼多樹 最好的做什麼 就上山 斬柴 把那些樹木斬 看過那些文獻 就說 由1941年12月 到1942年2月 短了三個月的時間 香港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 那些林地下的樹木 是被斬了的 去到二戰五的結束之後 差不多了 其他山頭的樹木 都走得七七八八 由1870年到1946年 那段時間 七十年來 七十年的時間 那時候 那時候種植林的工作 那些努力 就一次過沒有燃 山頭又恢復 以前那些光滔滔的情況 好了 好了 然後進入了 戰後 重新植林這個階段 就是1946年至1965年 當時政府就覺得 你看到 山頭的情況 大致上是這樣的 全部都衝到光滔滔 還有衝刹得很厲害 於是需要很快地種植樹 希望這些山頭 恢復以往的直林區的情況 另外一個目的 亦是防止水土流失 保護集水區 和美化環境 在戰後之後 政府再重新 發重新牌 希望好好地管理那些村民 上山斬柴的活動 鼓勵那些村民 採用一個良好的農務作業 當時負責種樹的 部門叫做 龍林如月管理處 其實這個就是漁戶處 漁戶處的名字 由直林開始 其實是不斷改 在這段時間 它的名字叫做 這一個 遲些會作改 我會 都會在報告上寫的 在這段時間 看到直林的工作成效 這是1952年的 這是1962年的時間 應該是同一個地方 看到有些地方 已經開始種種樹 有些樹開始生化 剛才這張照片 Dr.Wong也展示過 一個獨冊 帶著一群客家婆 上去種樹 當年 當年 三頭的情況 真的是這樣 光陶陶 需要這樣種樹 可以看到 如果要是這樣的環境 可以令到那棵樹生得好的話 或者種得起樹的話 一定要選什麼 生命力強 和生長快的先鋒樹 當時選了那些樹種 就是大月安 紅家木 武麻黃 八千層 和愛士種 這幾種 當時都定立了目標 就是每一年 希望有大約四百公頃的樹木 要種上去 去到1959年 那個直林的面積 就增加了 去到四千八百公頃 當時也是改善了 用一些種植的方式 以前種植的方式 是初期那些 它就是殺那些種子 殺下去 等它自己生上來 有些就是掘個洞 然後埋著種子 進去 還有一種 就是將在苗圃裏 生產出來的樹苗 就是transplant 去到那個山頭那裡種 這幾種方法 那個成效都不是很好 除了馬尾蟲 會這樣殺種子 在山頭那裡 它有機會生得起 但其他那些方法 就一般的 去到這個時間 這段時間 它改善了種植的方法 它們是用那些廟譜 發了一些樹苗 生產了一些樹苗 它有一個袋 有一個膠袋 它就把這些膠袋 連著那些苗 就擔上去 然後拆掉膠袋 就種回去 種完之後 會做一些護理的工作 譬如撕肥 除草 這些 還有如果有蟲的話 都會做殺蟲 這樣 都改善到種植方式 於是 令到那個樹 會生得好些 好 第三個階段 就是 交易公園成立前後 1965年 至千禧年那段時間 那為什麼1965年呢 剛才汪也有說過 這個年份 當時政府 請了兩位 美國環境專家 就是戴爾博夫婦 他們來香港 做了一個研究 就是怎樣系統性 保護香港的保護區 就著這個報告之後 亦都有些研究 亦有碰到那些植林的策略 那時候的那個策略 都是說 都看到還有些山頭 是光吐吐的 需要建立那些植坯 防止水道流失 以及收復一些山火 所破壞的林地 這是其中一個方向 另一個方向 就是 已經建立了的植坯 是需要保護 而這個保護 它有三個目的 就是自然保育 郊野的康樂 和戶外的交育 這三個 亦都是 郊野公園成立的目標 在這段期間 每一年種的樹木 就是慢慢慢慢上升了 由七十年代 大約三十萬棵樹 去到二千年的時候 去到六十五萬棵樹 那個樹木 就是那個樹木 就是那個樹木 都是增加得很厲害的 那麼 負責種樹的 那個部門 就是漁龍處 我都說的 就是植林的 主要就是在 郊野公園裡面 因為我們的題目 都是講 郊野公園四十年 所以我集中是講 郊野公園的 所以 負責種樹的 在郊野公園裡面 就是漁龍處 這段時間 採用的品種 都是選擇一些生命力很強的 生長快的 還有固膽作用防火的 那時候 就有一個名稱 叫做植林三寶 就是台灣雙絲控膠木 和愛士蟲 為什麼要選擇這些 固膽作用的樹木呢 這裏就是台灣雙絲 台灣雙絲 其實是可以 就是 它的根部那裏 就有些根毛菌 它可以將那個大氣裡面的一些氾 就轉化成植物可以吸收的那個氾 還有可以增加 即是 改善那個土壤的環境 選了這些什麼樹 其實這些樹 就是比較生長快些 還有一些先鋒的植物 它可以很快地將那個地方 就是綠化了之後 它慢慢改善那個山坡的環境 還有那個泥土 可以給到將來的直立的用途 這張照片就是大浪沖水塘 在1952年的情況 當時還沒有那個水塘 看到山頭的情況是這樣的 但是去到1982年 同一個地方 不過浸了水 就變成水塘了 但是你看到那個山頭那裏 那裏 光突突的地方 現在就變成 生殺了一些植物 去到80年代 那個臨地的覆蓋率 就有戰後的3% 增加到9% 那裏 剛才我們也有說過 用了那個植林三寶 它們很快地可以在山頭上 建立一個植皮 令到土壤的情況 就改善了 環境就更加適合 種其他不同品種的植物 種植的策略 亦都是由以前 就比較單一化的 種植 就改成一個混合的樹種 種植的更加多原生植物 因為用了更加多的原生植物 它們可以提供一些 它們的花蜜 它們的果實 可以吸引多一些 本地的野生動物去使用 於是可以吸引它們 進來的植林區裏面 這樣可以提高 臨地的生態價值 由1990年起 看回郊椰公園 所出產的樹苗 和種下去的樹苗 超過一半 都是原生的品種 這個呢 最後一個階段 就是近期的 千禧年到現在 近期的植林 不同的方向 主要是兩方面 一方面就是 我們仍然都有一些地方 是未有植坯在那裡的 需要就是種回去 也都需要有一些地方 被火燒了的 需要再種回去 另外一個方向就是 另外一個方向就是 將現在 我們以前種了下來的 那些人工植林區 將它的改造 優化了它 令到它的生態價值 提高 以及景觀的價值也提高 在這段時間 採用的品種 越來越多 原生品種 超過一百種 已經試用在我們 直林的工作上 其中八十個百分比 已經在用原生品種 而林地的覆蓋率 現在去到2013年的時候 大約有二十四個百分比 我很喜歡用這三張照 看看我們六十 即差不多六十年的 直林工作的成效 剛才都說過 這兩張照片 是不同的時期 在大腦艙水塘拍的 這張是2012年的時候拍的 負責拍這兩張照片的同事 就跟我說 當我拍這張照片的時候 我基本上就是 站在那裡拍就可以了 但是到了2012年的時候 他告訴我 不行了 那裡已經是三棺樹了 我要爬高 我要爬上一棵樹 才可以拍到這張照片出來 可以看到 六十年的直林的努力 其實現在我們都看得到 在這張照片裡可以反映得到 剛才說了 近期的直林工作的其中一個方向 就是要優發和提升 現有林地的生態價值和景觀的價值 所以在2009年開始 當時胡處推出 這個嘉野公園直林 優發計劃這個工作 這個工作其實是想 令到現有的林地 那個人工直林 加快它變成一個 有人工直林 變成一個多元化的 一個森林的生境 和令到它的景觀改善 那它是怎樣做的呢 這張就是看到 一些人工直林的情況 由於它中間 沒有怎樣做過 即是當初種了下去之後 沒有怎樣做那些疏佛的工作 你看到那些樹 就是密側在那裡的 當中如果下面有些植物想生上來 都是缺乏那些空間 而且你都看到 陽光照下去的地方 其實都不多 那就會抑制了 那些林底下的樹木生長 而林底下的樹木 很多時候都是有一些原生的植物 如果我們不把這些樹 就把它疏佛了它 根本上就是沒有什麼空間 讓那些下面的樹就散上來 所以那個做法就是 將這些樹林 一些比較弱一些 和一些壽命比較短的先鋒植物 先將它們淘汰它 即是它們已經完成了 它們的歷史任務 即是保護了這個地方 那個水土流失 和令到那個泥土的情況改善 那它的歷史任務完成了 那現在呢 就是要有一個新的一代 就接力了 所以就是將它淘汰 然後種回一些原生的樹木品種 那它的長遠目標 就是想改善那個植林區的生態環境 令到那個物種更加豐富 和改善那個景觀 那它們呢 也都可以 因為有不同的品種 在樹林裡面的話 可以降低那個病蟲害的發生 選取的品種呢 主要是木河、烏寇、 潤藍這些我們比較常用的本地植物 在當中 這些植物我們挑選的時候 亦都特意留意它的花物、它的果實 其實可不可以提供這些食物 給那些本地的一心木物去用 另外這些樹種呢 都可以在不同的季節 有不同的顏色 給市民去欣賞 這裏呢 這個呢 其實就是風香來的 就是秋天 大家可以去大堂那裏 就看到的 紅色 但如果你想春天看到紅葉 可以不可以呢 其實都有的 這隻 潤藍 潤藍 當它三月份的時候 新的葉飆上來的時候 這些葉就是新的葉 它是紅色的 一片種了上去 其實就看到是紅色一片 是非常之美的 香港也有很多很多 潤藍熟的那些植物 如果大家想去欣賞的話 可以去大帽山那裏看 其實是很多的 很美的 那這個呢 這個呢 就是大頭茶 大頭茶呢 就是冬天 去到春天這段時間開花的 那個花蜜呢 其實是可以吸引很多蝴蝶去用的 所以 這些植物呢 都是用在那個 植林優化的計劃裏面的 希望呢 提升那個生態價值和景觀 那這個呢 就是那個 那個植林優化的工作 是怎樣做的呢 那這個 當一個林區 有100米乘100米 即是一公頃的林地 OK 那我們呢 把它分成100格 即是每一格 就是10米乘10米 那那個 譬如我用這個 四格來做的話 那這兩格呢 那這兩格呢 我將那些樹呢 就是 梳化了它 那這兩格 留下來 那這個呢 這個呢 梳化的強度呢 就叫做50% 為什麼我們不去做100% 一次過這樣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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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來品種 淘汰了它呢 因為如果一次過淘汰它的話呢 其實 那個地方 就是光秃秃的 那你再重回上去 那些 那些樹苗 可能它 一時間 不會太適應的 因為 又太陽曬 又有些雨 風啊 对他们也不太好 如果我留下50% 帮他们遮风挡雨的话 等他们大了 下一步才让他们退休 都未迟 所以就选了50% 这个就是高空图 我们看到 旁边有些直隘区 摊入近众的直隘区 你看到全部都一模一样 这些地方就是没有疏忽 这些地方就疏忽 我们述语说这些叫做开天窗 在临地里开天窗 开了天窗 你看到有地方种植物 也有洋光可以透下去 所以我们利用这些地方 种植物 在临地里我们看到 这个地方就是原本 还没做梳佛之前的 很密质的 这个就做了梳佛之后 你看到旁边 其实有些地方 我仍然留在这里 就是帮这一格里面的树药 遮风挡雨 由2011年到2014年这段时间 我就选了几个地方 就是做初步的观察 这个其中一个地方 就是在大嶼山的南山 我们种了一些树苗 刚才这个地方就是2011年 这个地方是同一个地方 就是2014年 我种了树药之后 我就观察它的生长情况 这两张图 就代表它的生长情况 这张就是它的高度 我们计算蓝色的 就是在这些梳佛的地方 红色还在它旁边 没有做过梳佛的地方 我就这样插进去 看看它比较生长的情况 我试了四种 在这个地方我试了四种 黎索追 小果东青 浙江润南 和善叶桂英 这四种 都发觉高度 其实四种是做过一个 在这个统计学的测试之后 他发觉明显地 疏忽了的地方 就是这个 明显地高了 他看到高度的增长 三年之内就去到两米多 而这个就去到一米多 差不多一倍 这个就是高度 这个就是树干的阔度 也看到梳佛的地方 是快一点的 这个就是一个初步的观察 也会让我们看到 如果我们做这个优化的工作 其实可以令到 人工的职能区 由单一化的品种 变成多元化的生境 其实可以加速这个过程 在前几年 我们也有邀请传媒的朋友 去到大唐这个地方 就介绍我们的直林优法的工作 都告诉他们 我们的做法是怎样做法 这个地方 我想大家都去过了 大唐丰严林那里 其实应该是十几年前 这个地方都是一些人工直林区来的 那些同事就是慢慢将这些外来品种 慢慢慢慢将它疏伐 种回一些枫叶下去 才造成现在的景况 可以让大家去欣赏 那都是一些直林优法 带来的好处 好了 历史呢 就刚才说了 基本上就分开四个阶段了 接下来我就介绍一下 直林里面所牵扯的工作 直林最重要 你要种植物 一定要有树苗在那里 那个树苗呢 刚才我所说 也有说过 1960年那段时间 我们都发觉 用一些育苗袋 种出来的树苗 拿上生种 效果会好些 当时呢 在一些大型的种植场地附近 通常都会建立一个临时的苗袍 那方便呢 譬如我在大浪 那个大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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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我都会在那里 做一些临时的苗袍 那帮助呢 希望呢 就是方便呢 就是当地生产树苗 立刻拿回那个地方来种的 那后来呢 就去到80年代了 那我都发觉 应该是 统一地去管理一个 一个苗袍 会好些的 那于是呢 在1985年呢 在大浪 这个地方呢 就是 就是 做了一个苗袍 统一出产的一些树苗 那 那 这个地方呢 就大约是9.5公斤的 那 就 就 每一年呢 都会出产几十万的树苗呢 就供应 嘉义公园的植林工作 那 那个 那个 苗袍的工作呢 其实是好多的 那这里呢 就 那 他们是需要采种的 也都需要呢 就出央的 就是出那些树苗的 出了树苗之下呢 他长大了 他个BB的苗呢 就需要呢 就搬到他的那些苗场那里呢 就是 要帮他呢 就是 就是施肥啊 淋水啊 还有 除虫啊 这些什么的 那工序是非常之多 我一会儿有一个短片呢 就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个 那个 苗袍的工作 那 有了苗袍了 有了那些树苗了 那 就 下一步呢 就是种种东西了 那 那 公园要种的地方 那种树的地方 就不是路边的 是上山的 那 有时候要走很远的 你走一个小时 那 就帮着这些树苗呢 就上山的了 那 去到那个 指定的地方 要种植物了 那种情况就是这样的 这个真实的情况 那些同事拍给我的 那 就是 要坐松一些地方 种一些树苗 好了 种了树之后呢 不是就说走了就算了 那 也都需要那些护理的工作 那 它定时定效呢 就是要将那些 那些树苗附近的那些草 就除了它 加一些肥料 等它长大了之后呢 也都需要做些疏伐的 和修剪的工作 令到那个林区更加健康 那 这个呢 就是那个 这个短片呢 就介绍一下 那个植林的工作 就包括 苗果 和种树的 怎样禁 那个 树木的果子成熟的时候 整处去郊外採集果实 有些 会直接从树上 剪材成熟的果实 又或者用竹枝膨打了之后 就需要取出种子 如果我们的种子朋友 是藏在天眼的果实里面 例如 大包山茶 木河 石笔木槿 就要经过晒干 另外 学爆裂 才可以拿种子出来 如果我们的种子朋友 藏在酱果里面 就要用水清洗外皮 才可以拿到种子出来 其实我们的种子都需要考试 不过 我们就要考试做筛选 因为 这样才可以选到 優良的种子出来 筛选的方法有三种 第一种是首选法 顾名思义 是以手 将练枝的种子 混出来图态 第二种 再 趁树木的果子成熟的时候 然后 四处去胶外 轻而略质的种子 和种子 混出来图态 第二种 就是封选法 即是将种子抛高 借着封 将轻而略质的种子 和碎蟀吹走 第三种是水选法 苗补的哥哥 会将我们放入水里面 轻而略质的种子 就会避免 我们有些种子朋友 很大粒 苗补的哥哥姐姐 会将几粒种子 放在装满培养土的胶袋里面 再覆盖一层泥土 让种子发芽 这种叫做点波发 而小粒的种子 就会用散波发 苗补的哥哥姐姐 会将我们小粒的种子 均匀散波在苗床的培养土内 再覆盖上一层薄泥土 以保持种子湿润 和避免被小鸟吃 这里就是苗补 是我们成长的地方 苗补的哥哥姐姐 会等我们在苗床 掌出增业 有一定的高度之后 就会将我们移植入苗袋 再之后就搬来苗床居住 空气、阳光、水 都是我们的必需品 凭着工作人员的多年经验 他们因应我们各个民众 不同的需要 摆放在不同的位置 每日为我们灌溃 用人手为我们清除雜草 每两星期为我们施肥 如果我们病了 或者有虫害感染 又要用杀虫剂 和杀菌剂为我们治疗 苗补的哥哥姐姐 更加会悉心照顾我们 大雨的时候 会用胶布挡雨 曝曬的时候 又会用遮光网遮阴 黄澜的时候 会用华布挡风保暖 郊野公园里面种树 由于大部分的地区都较偏远 所以郊野公园的工作人员 先用单挑和竹窝 将树桀逐窝逐窝逐窝 逃窝逃窝逃窝 运到山上 适合种植的起点 才会进入种植 种树的方法 分钉种和坎种两种 钉种 是指用翻钉坐走泥土 然后回去一个 可防下树苗泥膽的空间 接着 直接将树苗放入泥里面 然后回泥 至于坎种 是用日字铲 整松泥土 挖出坎月 坎月的湖度 最低要求是泥膽直径的三倍 或者不少于 一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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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是使用钉种 或者坎种 都会用花椒 隔开树苗的胶材 将树苗放入泥里面 然后回泥 拍实 或者踩实来浮 记住 种的时候 树苗是不可以种得太深的 树苗在山上终植之后三个月内 就会为它们除坎草 同时放约100克左右的缓解肥 肥料里面包含了植物最需要的三大元素 淡 轮 甲 每次施肥 都要为树苗除坎草 除去树药 周围半径 約一尺的杂草 目的是为减少其他植物对养分 光线和水分的竞争 当树苗在临地生长一段时间后 就会进行收枝和疏伏 收枝可以改善树木的结构 疏伏可以给瘦药和心病的树木先行退休 减少大家对空间、水、养分和阳光的竞争 趁树木的果枝成熟的时候 有四处去郊外采摘果实 有些会 有些会直接重说 好 刚才那段影片介绍了种树 和培育的树苗 工作不简单 生产树苗和种植 虽然很辛苦 但也很有趣 我也留意到 郊野40的活动里面 其中有些 应该有两个 就是会邀请一些市民参观 那个片里面的大堂苗圃 到时 如果大家有兴趣 可以去参观一下 看看我们的苗圃 苗圃里面的哥哥姐姐 如何做事呢 看看如何去抛种子 其实那个 封损法 即是筛选 筛选种子 那么封损法 其实呢 你不要看到 那个动作很简单 这样抛一下 抛一下 其实呢 我都试过 一抛 一抛 全部都 扔在地上 是 那位哥哥呢 是做了 好多年了 几十年了 那才可以呢 一抛上去呢 可以令到一些 轻飘飘的种子 就吹走 留下的 就是很实正的种子 这些功夫真是很难做的 不过很有趣 可以有兴趣的 可以去大唐苗圃那里 就看一看 那刚才我也有说过 那个直立休化的计划 那个工作呢 啊 广告时间 帮你 都有两天 都是 好像一天 都有那些团呢 就带大家上去 其中一个室内 那里看的 看那个情况 造成什么样的 好 那回回回头了 直立工作 当然都有挑战的了 第一个挑战 就是三伙 那三伙呢 会 在香港来说 都是一个非常之严重的问题 特别是 早期八十年代 那时候 我们都看到那个数字 差不多有二百至四百种 二百至四百种 每一年 那么厉害的 那么厉害的 那其实这个呢 就是跟中国人的一些习惯 就是春秋二祭 他们办祭的时候 是需要做一些烧的那些东西 那会令到那个 就是容易它产生生生火的 那 就是生火 如果一烧着的话 这个破坏力是非常之大的 那么可以呢 短短的那个时间里面 将之前种到的那些 直流区 全部一夜掃 所以破坏力是非常之大的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病虫害 那么在八十年代的时候 这个很出名的 虫材腺虫 即使现在 其他国家 都是一个非常之头痛的一个问题 那么在香港 应该是1982年的时候 在一些木材那里 就进口一些木材那里 就带了一些线虫进来的 那线虫是什么呢 就是线虫就是一条线虫 那它有什么破坏力呢 它又不懂飞 又不懂跳 但是呢 它又很厉害 它找到一个 一个媒介 就是传播媒介 叫天牛 它就是黏着天牛的身那里 跟着天牛呢 这个就是一个生活史 它们怎样造成的那个 对虫树呢 就造成破坏的那个生活史 那天牛呢 就飞到虫树上面 那它吃饭 那吃饭的过程之中呢 它会造成一些伤口 那些伤口 那些那些线虫呢 于是呢 它们呢 就会在那个 天牛的身那里 就走走走走走走 走出来 经过那些伤口呢 就进去那个 虫树的那个 那个虫管里面 那么大量繁殖 和食饭 和繁殖 那么呢 会令到那棵树呢 那棵树呢 那棵树呢 就怎么样 就衰弱 它那个表征呢 就是这样的 啊 红色哦 你不要以为啊 啊 枫叶红色哦 其实呢 虫树不会转红色的 它已经是绿色的 那么如果你看到这样的话呢 其实呢 就是它已经是被那些天牛 不是 被那个 线虫呢 就已经是破坏了的了 那么呢 那么呢 那天牛呢 也都会呢 在这些松树上面呢 就是产卵的 那么呢 就当它在里面繁殖 产卵之后呢 就生长了 就变成一个蛹 那么那些蜆虫呢 那些蜆虫呢 都很厉害的哦 它懂得找这些蛹出来的 当它乳化出来之前呢 它会黏住它的 那么当那个天牛呢 它在虫树那里呢 飞出来的时候呢 它就会找新的那个虫树呢 就是去吃那些 就是会 infect另一棵树 那么当时呢 那当时呢 十年间 就将香港 大部分的马尾虫呢 就掃了 为什么可以 那么短的时间 可以做到这个效果出来呢 就是因为 就是天牛和蜆虫呢 它们的生活周期 生命周期呢 是非常之短 还有刚才说了 我们之前呢 就种了大量的马尾虫 那于是呢 那么多食物 就一直都爆出来 那么十年间呢 就将所有的马尾虫呢 大部分的马尾虫呢 就淘汰了 那么 那现在呢 你们去到家里公园 或者山头那里 看到那些呢 应该都看不到 那些马尾虫的了 那么 那当时的做法呢 就是 见到 这些受感染的 那个虫树呢 就是将它 斩了下来 也都 即刻烧了它 都没有什么 其他方法的了 就是这种方法 那 还有 停止种马尾虫 那么 那 后期呢 其实是种那些 湿地虫 湿地虫 就少少 就是 会好些 没有那么快 被它感染到的 那 停止了种马尾虫 那 那 这一个 也都 虽然是一个挑战 病虫害 但是 也都有一个转机 马尾虫 死了 好了 那 就是 刚才我所说 那个 直林休化的工作 其实我们都是想 涂汰一些弱的树 就是 令到林地开天窗 那一样 马尾虫死了 那它 就开了天窗 就给了林地下面 有一些原生的植物 有机会 就生上来了 那另外呢 那 胡处的那些同事呢 也都不会再种马尾虫 那有什么呢 就种回原生的植物 那 令到 那个地方 现在 你见到 那个 那很多地方都是 一些 副业的 那个 那个 就是这样 就是一个转机 好 说一点 关于 那个 那个 那我们做了那么多 的工夫 那么多的工作 也都有个成就看到 那我们都是要珍惜 我们之前的 前人 那我们的前辈 所做了我们的 那个 那个植物会工作 那我们要好好地保护它 那刚才说了 就说 山火是一个很严重的威胁 那 那 就是早期80年代的时候 就几百宗一年 那 所以呢 就需要呢 要有一个很全面的 那个防火的控制系统 那现在的做法 是怎么做呢 就是 越狐处呢 就会在刊跪的时间 就是大约9月份 到第二年的4月份 这段时间呢 就那些同事呢 是24小时呢 就是在那个管理站那里 就是on duty的 就是 当那个联望台 在山顶那里 有些联望台的 看到 或者是收到一些报告 就是说那里是有山火的 那么就立刻呢 就是要出动 就是去救火的了 那另外呢 也都在那个林区那里呢 会做了一些防火大的 那这些地方呢 希望呢 就是如果这边 有些火的话呢 不要那么容易传到另外一边 也都会在那个 直林区那里呢 那边那里呢 会种回一些防火大的 那么早期呢 就用台湾双司 台湾双司 作为一个防火林的 但是台湾双司 它也都有个 不好处就是 它那个寿命比较短点 大约50年左右 也都是一个外来品种 那么近期呢 我们就用原生植物的 就用另外一种 就是木河去代替 木河呢 本身呢 大约有40%的那个 就是它有40%的那个 就是它是水分 在那个树里面 有40% 那很难烧着它的 所以呢 也都 就是近期呢 就是用了 木河做防火林的 那么这些 再加上 这些宣传教育呢 是希望呢 改变公众人士呢 就一些在郊外 生火的那种态度 那这几种 Packy 加下 看到这个效果了 这个呢 就是80年代 就是200中中 至400中 的 一路降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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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降低 降到这几年 是十几钟而已 到了那时候 乘客啦 都讲 都讲 刚才就讲生火的那个 那个控制 也都讲下 香港 也都有 三千多种的 这个植物品种在这里 當中亦有很多稀有品種在我們的臨地 我們需要將它們繁殖 可以繁衍到下一代 繁殖稀有植物是物種的保存工作 這個工作在園戶處的標本室和大堂苗圃 他們都花了很多工夫下去 這幾年我們都看到有很多稀有的品種 例如香港茶、紅花河、大包山茶 這些以前比較難種植出來的樹木 這幾年因為摸索了繁殖的春廟技術 於是可以出到一定的數目 還想在家庭公園那裏 希望他們可以保存群落 另外在城門家庭公園設立了城門標本林 在這個標本林中收藏了不同植物的標本 不是標本 即是種了下去 希望可以保存它的物種 另外新景的保護 大約40%的地方 在城門家庭公園 也有60多個具特殊科學價值的地點 當中有很多故意保護一些稀有品種的植物 這些都是一些新景的保護措施 做這麼多東西 其實最重要的就是市民公眾人士的支持 如果沒有你們的支持的話 其實很多東西都是做不到的 大家可以透過不同的途徑 例如直樹 大眾直樹都是一個非常好的親子活動 可以帶小朋友上山去做 教他們認識樹木的保護重要性 另外亦都有不同的書籍 服務的設施 導賞團這些都可以參與 可以了解我們的自然的保衛臨地的重要性 這些都是大家可以參與的 剛才講過了 就是40周年有很多活動 大家可以試一下有興趣的 去了解多些參加 好 那我要講的就是這麼多 多謝大家